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这么点空间 别人不是同事一起做内容 在北京开开车拍拍视频发发抖音 然后偶尔会到外地出差 但这不意味着斯巴纳书和整个的汽车产业和整个行业脱节 所以我还是密切的关注着整个的汽车行业 现在已经是2022年的第四季度了 那么借这个机会咱们其实可以看看前三个季度 我们中国的汽车品牌走出国门的状况 我觉得可能最近大家看过一些报道 斯巴纳书在这我们梳理一下 我先引述一下官方渠道的一个统计数字 截止到2022年的8月 中国汽车出口量在今年累计达到了181.7万辆 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会超出很多人对这个数字的认知 我们中国的汽车出口量已经超过了180万辆 同比增长了52.8% 这很不容易啊 其中包括144.6万辆乘用车 以及37.1万辆商用车 那咱们抛开商用车啊 这不是我们的领域 截止2022年8月呢 全国的轿车单一的车型销量第一名 就是日产的轩逸啊 也是一个长青数 它的销售数字呢 是43,810辆 其实呢 通过各种媒体 大家可能在最近的一年多有一个认知 那就是自主的新势力的汽车品牌呢 出海销售的动静是最大的 但是事实上呢 虽然新势力的自主品牌 比较活跃 他们的新年轮汽车呢 也引发了海外市场和媒体的关注 以及呢 很高的话题性 但是呢 真正的出口的核心的力量呢 还是传统自主品牌 他们才是真正的核心力量 这里呢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知道今年截止到8月份 出口汽车数量最多的 我们的自主汽车品牌 或者说我们的中国汽车企业 是哪家吗 答案呢 可能很多人已经知道了 就是上汽集团 在国内的市场的 这个整体的份额 在这几年呢 有一些下降 但是他们在出口方面表现得蛮好 前8个月呢 其出口和海外基地生产的车型总量 达到了接近58万辆的水平 这已经涨到很大的一个比例了啊 一开始呢 大叔其实对这个答案也是有点意外 但是仔细一想 没毛病 为什么呢 因为上汽集团有一个品牌 这个品牌是一个全世界都知名的一个 有着悠久历史的汽车品牌 那就是MG 在我们这儿呢 叫明爵 这个呢 其实对它的出口业务有着先天的优势 因为呢 这个品牌 它在海外 在欧洲特别是有着非常完善的一个销售的一个渠道 当然呢 除了上汽集团呢 其锐长城的出口 以及海外的业务部 其实都有着明显的增长 比如长城的这个PAL 这个皮卡 现在在澳大利亚市场啊 获得了非常好的反馈 而胃牌的混动车型呢 虽然还没有在欧洲地区正式上市 但是呢 德国当地的媒体呢 也告诉我 他们其实对这个车都有了体验相当的不错 而且也未来有进口的这么一个计划 我们吉利集团的领克啊 他在德国以长租的方式呢 出海销售 也算是在业务上的一种拓展吧 虽然感觉稍微保守了一点 但是考虑到登陆的是汽车工业最为发达的德国 稍微谨慎一点 保守一点 其实也没有坏处 刚刚我们提到了自主新势力的这个 好 谢谢大家 好 好 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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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节目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